我先簡單回應剛才的問題 政黨流同走是真的因那個人自己的興趣 黨對他的關係甚至他自己喜不喜歡打這個角色 例如我們一直問你要打中場 有些人真的不喜歡打中場 他喜歡打前鋒 他就走了那些前鋒黨 其實民主黨不是一樣有人走 Gary帶回人走 陳偉業帶回人走 很多民主黨人是走的 我今天也有些人帶回來 我的義工也帶回來 我有義工幫我派單張有政黨 那你有沒有派 我不可以用這些那麼小微微的事件 就於是說你對不起你是walking alone 這個太過無斷了 我覺得不應該糾纏在一個個別政黨的家事裡面 為今次的選舉 這個你犧牲了我們選民一起想辦法 如何面對現在我所說的雙黑的年代 我要說小小的就是說我們的想法就是因應現在我們民主派是太多政黨了 過往我在法國的年代我們有十個 現在更加不止 那麼多個球 個個都還要打前鋒 你怎樣面對那個的威權政府 他又可以改賽例 又可以打茅波 又有黑獸 還不可以搬到龍門 你怎樣打呢 所以民主派一定要認真認真檢討 我們是不是一對波 如果當日一對波的時候呢 只有一個方法 我們不是沒有分裂的條件 我們只有團結才可以生存 幾成一對波 一對波 一對波 每個打前鋒啊 或是每個打中鋒啊 或是11個做了龍門啊 當然不是啦 當然要分工的嘛 分工之二 當然打前鋒的 尾光燈一定多啦 四右龍門的姿勢 那個波入門 好靚的 中場後衛就沒有這樣的機會了 但是我們滿足於 你都要做好你的崗位 做好你的組織 做好你的輸送 讓我們的前鋒可以射入頭 也都要保住我們後面 讓人攻我們的時候呢 是不要那麼容易被人射入我們的龍門 所以我們這句話就說 是一拋 靠前鋒 贏波 靠中場 我讀過一個是 孫子的兵法 未必適合 不過是二三千年的人的智慧 那個是爭戰編 他的做法呢 就是怎樣跟別人對壘呢 他就是十則為之 五則攻之 一則備之 即是說如果你是十對一的 你圍著他 圍到他投降為止 因為吃下水都不行 這個多蝦少 就是蝦你 第二呢 五則攻之 如果五個對一個呢 我直接攻他 打到他殘為止 一則備之 即是說如果一對一的時候 我們有機會 我們損失 對方都有損失 你計算損失值不值得 不值得的話 我們就避免這場戰 現在的情況呢 我就覺得 我們一對一都沒有 那這個時間 是不是我們要休養生息 讓我們強壯起來 做好組織 等候機會 再戰一場 再戰一場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最新的一場 那一套戲 《星球大戰》 最後那一幕是怎樣的呢 黑帝全面攻 反抗軍 反抗軍 最後那些的船 是避免的時候 連槍炮都沒有 只能運輸艦 一隻隻地打沉你 去到最後 最後 Jerdy就出來 可以和他們砌一輪 砌完一輪之後呢 就給了時間機會 他們可以離開 黑帝就說 我遲早一定要殲滅你 但是反抗軍的說法是怎樣 我離開之後 這個才是戰爭的開始 我們重組 我們再分工 我們做好我們的工作 下一場仗 就真的來和你打過 所以不同的情勢 不同的情況 都有不同的策略 而我們民主派 因為沒有一個的一對方 所以沒有一個統一的策略 而導致到現在呢 是個個打前鋒 這個是值得我們檢討 也都是應該研究 我們怎樣面對現在 這個香港的黑帝 林鄭月娥 你還有15秒 OK 很緊要 好 接下來就是 袁凱文的5分鐘 5分鐘 請開始 首先再具體展示一下 剛才那個問答環節 我剛才發覺 其實基哥 經常都是中場 中風 前風 其實都不是很分清楚 其實我覺得 如果不是真的 那麼熟足球 或者不是好看球 其實就不要亂用 剛才我都說過 我想中場這個角色 我是很同意的 是要做好組織 防守 進攻 以至派牌 怎樣去做 但是這個中場 都是很核心 是需要拿隊友的信任 就是如果每個人都不想給你 或者每個人都不想給你 或者每個人都覺得你給你 都不可以 不去配合走位走動 這個是很難搞 所以我們見到 有時候 一些足球隊 可能覺得那個球員 可能厲害 或者有能力 但是他根本上得不到 隊友的信任 都會強行 release了他 就是把他免費 踢出隊 或者去賣掉 我們有多少情況 因為我們打了一場球 就是整體的能力 怎樣更加強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認為 那個中場 其實都是要有所有人 由自己 去到對友盟友監 信任 我想是非常之重要 而剛才 為什麼大家 由姚教授到我 都會提出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見到 那個人走不是一兩個 而是雪崩式走 沒錯 民主黨國外 都是有人走過 但是也有不少人 是加入的 你看到有走有加入 我們不斷 為什麼會走 會有檢討 為什麼會做得更加好 但是我們聽不到 幾個 怎樣做一個很徹底的改革 怎樣徹底的改進 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而第二條 關於那個FTA 姚教授就說 香港是免稅港 所以很多國家都願意簽 我想他們來香港投資 或者是怎樣去做 我想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我想沒有爭議 但是關鍵就是 香港的資本 香港的人 怎樣去走出去 其他國家 很多時候有很多不同形式的保護主義 也都是令到我們的出口等等 是很大的影響 怎樣是可以令到他本身來到香港 都要免關稅 但是他都願意 降低他們的關稅 降低他們那個限制 是讓香港是可以出去投資 而最後是令到我們香港的經濟 更加能夠是多元 這個我認為我們是要想多些 是要用多些不同的實力 策略去做 而我想再具體說 我們現在面對呢 中共的威權 會打壓他們很多空間 他喜歡 如果你看到大家一些出入境的事務 台灣很多不同的學者 朋友來香港 他立刻會用外交的名義 用一些政治安全名義 立刻斬低 但是又很有趣的 你看到他一些簽經貿的協定 跟東協 林鄭健、郎山、蘇姬 他又可以去比 這個很明顯就是一個雙重標準 但是我們呢 在兩樣東西 要在一個空間 為香港做得更多的同事 也都是要守護我們香港的核心價值 所以未來 不單單是311補選 而是這個長遠十年的戰線 我們由地區怎樣去建立組織 而是在一些公民社會 壯大他們 而是不斷去監察政府那個公共行政 他們的管治 他們有沒有亂這樣洗錢 我們見到的政府 會不會有很多更加多的貪腐呢 這一方面呢 我相信是我們民主派所有的議員去做 我不同意 基哥會說我們現在民主派裏面 23個裏面呢 全部都是前鋒 民主黨呢 是一個呢 地區工作 到政策工作呢 都是很闊的 我們呢 是由前中後 都是兼顧 而我們也跟教授都很明 我們在那個裏面 議會怎樣去拉撫抗爭 我們要提出一個策略性 陶謹申怎樣呢 是去提出 可以直接呢 將那個銀行那個條例 巴塞那樣東西 直接交到表決 來去做 這個呢 就正正我們中場派派 到最後是阿迪去提出 這個就是那個合作 這個是組織咯 這個就是那個互相信任咯 所以呢 我想說我們 是需要有不同的 division of labor 不同的分工 但是這個分工之後呢 有那個呢 很高度的信任 互相合作 沖繩協助 溝通 這個呢 才是非常之重要 所以呢 接下來無論怎樣都好 我們呢 都會在不同的崗位 努力做好我們 就是為民主的運動 為民主呢 是製造更加多的動力 和力量呢 是這場在十年以上 很崎嶇 很崎嶇的民主路 這個硬仗呢 是要做得最多 多謝各位 好 那還有二十幾秒的 OK不要緊要 好 那到阿姚松怡 五分鐘 發言一下 五分鐘 好請開始 我亦都不想相感情 大家其實都是民主派 和老人 我們其實 有外面的一個 大的 大家的敵人 是需要 大家 互量互量 去打好三一一個場仗 所以 我都是留這五分鐘呢 講下 我的民生正確 政治呢 很多時候呢 講是很容易的 選舉 就會講 他會做些什麼 做些什麼 但是 有沒有用呢 做 還是不做呢 你只可以 留下一屆去懲罰他 你就不投他 所以 大家會看到 現在的狀況就是 如果已經是舊的方法 試了很多年 傳統的方法是不行呢 如果沒有新的方法 其實我真是建議 給有新方法的朋友 去帶領香港的 新一波民主運動 為下一代 創造 有希望的秘龍 同時呢 如果沒有試過那些方法呢 其實我都建議 不如先 自己在社區 做一些社區實踐 看看是否有成效 而我呢 適逢其回 過去一年呢 有機會 在立法會 真正實踐 現在變成我的強項 就是 我提出的政綱 在實踐的過程裏面 市民 是有目共睹 是看到 既可以用專業分析 揭示政府的隱瞞 令到政府需要調整 去擺上來的 申請議案 或者財務申請 大家也都看到 譬如在虛市政策 是透過 我們的專業能力 是成功令到 地政總署 開放 155頁 可以遭用的虛市用法 在橫州事件 大家也都看到 我們是用新方法 成功令到地政總署 是出新的指引 從此停止 先罷後遭 的荒謬政策 這些都是 透過一年 我們用新的方法 大家看到 是有實績 有希望 可以為香港 創造新一波的民主運動 而在民生問題 我希望 透過這五分鐘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些已經是 開始實踐 見到成效 只是需要繼續推進 就能夠邁向成功的 包括土地供應 十年前由我帶頭 提出中土先行 當年政府是說 我不知道什麼叫中土 政府沒有中土這個定義 我們不放棄 十年來堅持 要求政府 用中地的優先發展 終於逼令到政府 在洪水橋裡面 是首次需要 去用中地 作為其中一個 土地供應的來源 而且在2030家 的資訊文件裡面 也都寫明 是必然會考慮 其他包括 大家會見到 我的專業正正就是 幫助九龍西 無論在重建問題 在舊樓維修 物業管理 法團維標 以至到 我一直 在社區 可以說已經有實效的 推動共享經濟 和社區共融 社區營造 這些都是過去幾年 我是同學生 在九龍西 做了很多個不同的區 的規劃研究 已經是做過實踐 所以希望大家 3月11號 1月14號 是用你的選票 選出 最能夠為香港 今次立法會補選 全贏四席的候選人 多謝